主要是讲到有关那个 利用那个康的相关函数 去查那个 两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相同的资料 OK 那如果说两个范围 按照我们的范利斯黑名单的筛选 OK 所以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两个范围之间有没有一样的 Hanny 最简单的方法 目前 大概康义符应该算最简单 康义符就算几个嘛 一符就是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一个以上它就算几个嘛 如果一个以上表示有 如果零表示没有 OK 所以两个范围之间比对的话 我想最简单应该用康义符吧 那VBA里面是逐个逐个去比对的话 其实相对的也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 基本上康义符是应该是最快的 我们有另外再做一个 所谓的入日聚期 如果入日聚期的话 浪费时间 所以最后我们又写一个VBA 应该有印象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回去可以再练习过 那另外的话 最后我们有做一个 所谓的进度状态条 OK 那这个东西 其实难度会比较高 不过是还蛮有趣的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进度的话 尤其是你要必须要等待的话 那这个就还蛮好用的 看起来其实还蛮有效果出现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也许可以玩玩看 那主要是把层次写在这个 Active 事件里面 OK 所以 表单 当表单 所以我们那个按下它 是把表单叫起来 然后呢 当表单被叫起来之后 它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Active 事件 所以记得城市要写在这个地方 那它就会跑了 所以我建议回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这一部分再试试看 因为这一段是相对的比较困难的 OK 但是其实是还蛮有噱头的吧 OK 如果以后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当成作品的话 以后的话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找 就是说如果有类似的像 一般像 比如说你要转换跑道的话 其实一般还是需要看到一些东西 那其实也可以把这东西做出来 那另外的话 那乐透彩中奖机率统计 那城市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我们主要是用定义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好处就是说 那VBA 城市几乎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有没有 你名称定义好之后 你把公式贴过去 贴过去就好了 只需要什么 跑一个4回圈 4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然后NAS 然后把公式丢到储存格里面 这样就OK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最重要的 有没有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清除掉 然后丢公式的话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名称 全部都名称 全部名称的好处就是 你会发现 它的上一个储存格 跟下一个储存格 因为名称都一模一样 有没有 都不会变嘛 所以也就贴上去 全部都一样就好了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名称 不过前提就是你要注意 就是说你必须要利用什么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先管理一下 OK那比如说我第一个 我建什么 那个开奖101开奖102 有没有两个 然后再来我记得好像我是把 这总共几个栏位 总共五个栏位 全部用Ctrl Shift向下 整个选起来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它会把这五个栏位 建五个名称 名称在上面 范围在下面 OK 然后就是再把它输出公式 所以这样的话呢 程式非常简单 其实只要怎么样 只要把那个名称定义好的时候 你就把公式贴过来 贴过来 贴就OK了 不用改任何一行程式 那只要会写这个吧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 这个应该很熟了吧 然后 Next 丢到哪一栏 就是丢什么 Sales的 I 列的 B 栏 C D E 然后呢分别等号后面的话 把公式贴过来 所以贴贴贴贴贴 就OK了 比录日聚集还简单吧 你录日聚集还要再花一点时间 你还怕做错 这个的话呢 就一下就OK了 清除的话就是把它整个清掉 不过当然清除的话 还可以写更简单一点 就是你这边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这个把它用注解掉 OK 注解 应该如果它写更简单的话 建议是用什么用Range B 2 一直到1的什么呢 1的43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用Range的写法的话 你就写什么 这应该还有一下吗 Range 括号 然后钱括号 B 2 到1的43 点什么呢 点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这样的话呢 清除跟这个清除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效率不一样 这个效率会比较好 而且好非常多 而且好非常多 所以记得建议是用这个方法来清 OK 然后输出 我试一下输出 OK 然后清除的话呢 就把那个范围的资料 Clear Contents OK 那它就一下子全部都清空了 输出清空 因为现在电脑太快了 不然早期的话 如果你用刚刚那种写法 它会 有点慢动作 然后一个慢慢清 尤其是你范围越大 清除感觉好像越 越有那种 怎么好像一个儲存一个一个慢慢清的感觉 这个的话就没有那种感觉 Range的话 它就一下一次就全部清空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让程式效率变高的话 可能你要想说 用Range取代Sales 因为Sales一个一个的丢 它毕竟效率会比较慢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 用Range来取代 那其实像上面这个能不能用Range取代 其实也可以 你可以什么 丢一个公式 下面直接填满就好 OK 不过好像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好像 破回圈是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好写 所以写法 我讲过 没有说绝对的 假设你要试 我觉得你可以改写没关系 试着可以用别的方法写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输出码 然后把那个什么 格式化 如果号码是 应该是格式排名 排名如果是小于等于7的 帮我把前面换个底色 有没有还记得吧 OK 那其实程式的话就是一个 跑个回圈 逻辑判断 回圈两行嘛 逻辑判断两行 然后中间换颜色一行 五行 应该还记得吧 所以回去的话如果这程式不熟的话 请各位回去呢 请再多花一点时间 OK 那千万不要说 完写完就算了 因为像这种东西 回去就是要什么 把它删掉 重打一遍看看 五行不多 但是你要能够打得出来 才是学会吧 OK 应该知道怎么打吧 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一样嘛 所以如果中间这个 假如说没有没关系 你可以拿到上面的复字来改 然后如果呢 我们的一栏 就是这一栏 它如果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把它的底色 不是不是它的底色 是它的同一 同一列的A栏 把底色改成黄色的话 OK 叙述就这样而已 那就OK啦 其实会写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你如果写不出来 可能你想半天 想再久还是写不出来 其实真的没有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一般人程式会写不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是 程式为什么很容易 就学程式的人 为什么很容易就 就会半路退缩了 可能就会想放弃 可能我觉得学习方法 是不是要想想 这些东西真的不是要 叫你把它背起来的 而是要真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的话 将来你需要的时候 你要能够找得到范本 你可以把这个当范本 因为很多地方都一样 OK 比如说呢 我们上离拜讲过 加的话是这样 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把底色变成没有 这个也醒过了 OK 所以你可以将来最好就是 你也不要把它当以前的学习方法 你尽量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 你将来想要找也找得到的地方 然后呢需要的时候把它叫出来 然后重新再修改一下程式 那常常改改久了 你自然就会进步 OK 不然的话我看像这种东西 你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的话 其实应该很快就会归零 就从头开始 OK 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范本 这个范本就是说前七名 有没有 我如果要列出前七名的话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OK 应该有讲过吧 这个地方 那改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范本 你就会改出这个 那其实原理原则 主要是依前七名 如果说我今天重写的话 我可以拿这一串 格式化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前七名的这一个 这个范本里面 那哪里不一样呢 其实主要是范围都一样 逻辑判断也一样 差别只是说这个是幻底色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把对的东西 复制到这边来 把它同一列的A栏的资料 刚刚是换底色 现在是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OK 这个其实也 工作上蛮常遇到 就是说你要把对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的地方去 尤其像报表一样嘛 你找到的东西 你要把它复制到另外的地方去 的写法就是这里 所以你可以拿刚刚那个地方 参考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嘛 你就是第一个把底色 因为我不是要底色 我是要复制 所以复制的方法就是 把什么 把后面的东西 这个放后面 因为这个东西找到了 放后面 然后前面是这里 所以前面的话呢 我们指的就是F栏 那我拿这个来 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OK 那复制一个就是 这边是F栏 也就是把A栏的东西 帮我复制一份到F栏 复制到这边栏 然后这边的话第二列 这样应该看得懂吧 就是把这个12 找到之后的话 复制一份到这里 就是这样写 OK看得懂吧 其实程式真的也不复杂 应该也还蛮好理解的 只是说很多同学 这个也是之前同学 常问说 老师我要怎么把这边的资料 复制到那边去 就是这样而已啊 而且甚至以后 如果你要复制的 不是一个储存格 是一整个范围的东西 其实写法也类似 不过我看遇到再跟各位提一下 一整个范围复制到另外一地方 就跟你找到资料 那个范围 要把它移到报表的位置去 其实方法也差不多 也并不复杂 就这一行 一行可以搞定的 那只是说呢 那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是第二列 所以我之前有写过嘛 你可以 如果不是只有第二列的话 你可以k等于2 然后把这边怎么办 改成k嘛 对不对 然后k的下面记得k等于k加1 这招真的非常好用哦 以后的话 如果你的列会一直往下 你就用这个这一招 很多地方程式就改出来了 因为我印象中 很多地方就用这一招 把很多的问题都解决掉了 ok 以后如果你要跳啊 或者是你要横向 反正你自己再去变化一下 那这样的话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就出来了 清楚的话 当然刚刚讲过 Clear Contents F2到F8 Clear Contents 这样就清掉了 ok 那上礼拜有提到吧 就是如果我今天啊 有同学问说 如果我的排名 现在是从第七名开始 反正找到就放 找到就放 可是如果我要什么 先放第一名 放第二名 放第三名 那程式我会修改 好像有讲到吧 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只要多两行 再多 改一下一个地方就可以 有没有 其实就是在这边 上面这边多一个回圈 for 什么呢 trade 等于1到7 因为我要找1到7名 next 然后把中间这一串 翻到中间来 记得按一个tab键 再把这边改成什么 等于trade 这样子啊 如果你执行的话 他就会是第一名 34号 第二名 21号 以此类推 ok 那虽然其实真的 程式没有改动多少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东西啊 真的改了一下之后的话 结果 就 不一样了 ok 这个是从第一名列到第7名 ok 所以 这个大概 因为上个礼拜的这个城市 每个地方 都有 可以拿来当参考的必要 还蛮多地方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你会的话 真的 就足够了 我觉得很多地方 工作上 把它稍微套用一下 ok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回顾 另外最后的话 也有同学提到那个什么 就是把缩图跟超连结放到Excel里面的这个需求 那我 其实这个范例主要是之前有一个同学 他每天会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 必须要到每个 因为他可能是设计公司 去到那个每个地方拍很多照片 然后回来之后的话 要把那个照片放Excel里面 而且Excel里面还要排整齐 然后给老板看 然后除了要 然后他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他希望呢 可以在Excel里面 第一个做缩图 缩图的话 我先demo给大家看 就是 所以我今天已经有 上个礼拜讲到 就是可以只有 只有放缩图 ok 然后呢 可以点击它 好像可以 大概不能连结嘛 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呢 可以点击之后 因为现在只有小缩图 因为他每天要做什么 插入图片从档案一张 插入从档案两张 依此类推 当然我这边只是一个demo 因为他其实有更多更多张 他每天都要插入图片从档案 他觉得说 这动作应该是可以用程式去解决的 ok 那我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需要 除了说可以有缩图之外 还要会有那个超连结的话 这边就有了 ok 然后他的这个地方的优 就是说可以吗 点下去 然后要不要打开 是 要不要开起 是 他就帮我把这个档 把它开起来 不过因为可能里面太多 不然这个好了 用内部的这个相片 再把它打开来看到 ok 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 反正我就随便找一些 我之前照的那个说图 我就把它拿来 因为这个刚好就是多年前 去京都的时候 用那个手机 就是说找那个路径的时候 拍的照片 所以我想说这个还蛮好 所以就拿来用 点击也可以打开 这样的话 一张一张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那这个就是 把那个档案 把它 历史上 当然以后如果说你的图越多 你又越需要多这些事情 就是写程式 不然的话 你每天工作这些事情的话 真的是 第一个浪费时间 第二个也对你的手也不好吧 一定会有五十千吧 对 每天要点来点去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手臂的问题 因为你一直在那边 从不同的动作 用久了那部分的肌肉 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 这要怎么做 那上个礼拜有提到 这个东西呢 你们可以 从云端上面 如果兴趣同学 可以找那个 我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上面 我也有那个其他补充资料 其他补充资料这边 那找进阶嘛 那基本上的话 我是放在这个 倒数第二个 自动批示绘录图片 超连结 那程式就在这里 范例就在这里 这个范例就在这里 其实你也不用范例 没关系 那这个是我刚刚那些小说图 我是把它 把它移到 解压桌之后移到桌面上 所以路径就是一定要改这个 也就是说我那个程式码上面 里面我印象中那个路径是这个旧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个路径 把它从什么 从APP这边 可能要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也就是这个 这个路径你可能要复制它一下 然后把它 你这些程式贴上去之后 这个地方要修改 然后其他地方倒就不太需要改 另外的话上面我都有注解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的话 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大概就是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放说图的话 它基本上呢 主要就是 我们切到桌 主要就是说 我要怎么一张 一张 一张的放进来 那其实这边的话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 你要告诉它说 你的路径在哪里 然后呢 你的 这个 这个位置 第二个就是说呢 你用DIR 这个DIR 是VVA里面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主要顾名思理 就是它要 可以帮你 你如果给它一个 那个 路径 就是这个SPACE 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个啦 有没有 就这一串 就是把这一串呢 告诉那个DIR 然后DIR 会去找 所有的PNG 所以我这边是PNG 如果你是JPG的话 你要改一下 不然你是找不到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帮我找找看 那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PNG檔 如果你要所有的 你可以用所有 信号加信号 我用PNG 所以这个目录里面 基本上 都是PNG檔 OK 它没有显示附档名 然后呢 找到之后的话呢 它会回传 告诉我它的档名 SFile 它就是DIR的函数 它会返还一个 告诉我说 这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几个PNG 它会先找第一个 找第二个 一个一个帮你找 那找到之后 我其实做什么 第一个 游标放在A1 意思是我要把图放进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调整这个储存格 A1的储存格的Row High 就是它的高度 那高度我这边设100 那100是多少 其实你可能自己再稍微调一下 这个地方你可以 有没有 选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列高 列高的话呢 你可以先调100 但如果你觉得 100太少了 你可以怎么 列高自己调200 有没有 这个值的话 还有那个Column 的宽度有没有 这个Column 宽度这边 里面发现后面有个刮骨 你如果要200的话 这边有 不 可能应该看前面那个数字 就是比如说30的话 例上这么宽 你可以自己先取一个大概的值 把它的Row High 就是它的高度 跟它的宽度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呢 再用一个Do High 回圈 这个回圈 意思说 它会一直找到 DIR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 然后直到没有 这个直到 不等于没有 意思说它有找到那个档案 有找到档案的话 做什么呢 把那一个 什么呢 那个图把它Add Picture 意思说 帮我把它加到我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是路径 党名 后面好像有一些参数吧 这个是大小 后面的话呢 这个可能要查一下 你可以按F1 这边Add Picture F1 里面就会跟你讲 那个参数到底要加什么 然后我是参考上面的参数 这边有F1 里面就跟你讲说 党名嘛 有没有这些 还有什么 左上角右上角宽度高度 这边你照着这样操作 然后就可以把一张一张的图 去把它增加进来 并且的话 iTub指的是 它的那个位置要向下 向下 否则的话呢 将来那个 那个图的位置 会一直叠上去 会 所以呢 另外Offset就是 可以让它往下一个储存格 比如A1 Offset一个 那就向下一个 向下一个 然后它就一个 一个 一个螺会的坑的帮你把它填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个范围 如果细节有兴趣同学的话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多增加超连结 我其实好像超连结 只有这两行 OK 那它关键字好像是什么 Hyperlink Add 那一样的话你要 Add 什么东西 可以稍微改一下 这样OK 不过因为细节还蛮多 而且这边会牵涉到一个 Doile 回圈 如果你可能比较不熟 没关系 你可以先乱乱看 然后稍微试个改改看 或者甚至你可以 可以就是 按F8 F8 F8 F8就是 组航慢慢跑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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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切 Obs Under 意思说 帮我移到下一个 F8 F8 可以按F8 一个一个慢慢去看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蛮好玩的 而且用这个弄完纸 其实 感觉蛮好的 原来事情可以做这个快 对 不要让老板知道就好了 反正老板你还在忙 以前可能你要花很久 因为这种事情 如果每天照个几百张照片回去 每天光做这些事情 都做到真的是 可是而且我觉得用人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人道 对 就是 不知道 我觉得事情我觉得应该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写程式的 我发现真的职场上很多人不写程式 所以他每天都会在做 而且非常的忙碌 但是你会发现 但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把程式全部学会了之后 他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对因为有的每天都在这边做 然后可以做一个早上 但其实你成日写完 你可能瞬间就OK了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他好像没有事做 对会不会很多人会从那个位置上消失 对 这样会很多人就没有工作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AI的实战 会有很多工作会被取代掉 其实当然 意识大概是这样 不过也不完全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效率提高了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这个 就是进阶的部分 其他不公翻里面 进阶里面 这边有一个自动加的这个范例 当然这边还有其他很多范例 也是类似的 都有范例档跟解答 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 也欢迎你们可以自己再上去找找 这个范例真的太多了 工作里面 你要能够提高效率的点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蛮多公司 要是我是老板的话 我一定会想说想办法让每个员工的这个城市能力都提高 这样子的话竞争力才有办法提高吗 竞争力提高 如果整个公司 整个企业里面每个人像刚刚那个问题都可以很快解决掉的话 那这家公司的竞争力绝对是比那个不会没有那个城市这个能力的公司 我想应该在很多地方上面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试试看